昨晚雖然不是特別高調,這場球是讓一球 結果有所淪換的情況下,仍然大炒了李承3比0 這場球較為可惜,李承是沒有球入 令到大小球方面是走的 萬聯單邊就入了三球 一開球那一段,感覺李承克城是氣勢洶洶的 多少有反客為主的味道 當然要多得,我們有一個神級的門將迪基亞 最初那兩下破舊,8分鐘和20分鐘那兩下神舊 成為了萬聯最後可以3比0零封對手,淨勝一場的關鍵 剛才師傅說到兩隊球這樣攻發,開不到大球真的有點可惜 賽後統計,雙方合共有45腳射門 萬聯有26次,李承克城有19次 是自2016年10月份以來 英超單場射門次數最多的比賽 對上一次就是萬聯對班尼那場球 應該大家有些印象了 班尼門爵上了身一樣 柯次神舊,45腳射門都是無法入球的 最後是零比零打成平手的 對,這些是什麼局面呢? 這些是說得粗俗一點的,胡統的局面 大家賣牙,握著短兵器 在這裏說得粗俗一點的,一般都是一個血咕嚕的 應該是 胡統了20分鐘之後,但還沒見血 最後要等到25分鐘 拉舒虎是 我覺得是慣常的一個入球模式 有回常的空間 有一段衝刺 然後呢 盡量少碰球 可能兩三腳已經完成了 這就是他的入球模式 最近腳封也很順暢 拉舒虎起身也有 結果又被他在右立位 寫球很漂亮 頭那20分鐘這樣攻發 有些朋友提醒我,你整個20分鐘是寫了10腳 這樣攻發也無法入球 反而回頭25分鐘 被拉舒虎起身高射的一根單刀 射遠處搞定 其實是使得李斯克成進入了一個更難踢 而曼聯是進入了一個自己更喜歡的比賽模式 曼聯反而打起了防守反擊 引住李斯克成出來 然後打你後防線的身後進行特罩 所以如果用剛才師傅所說的護統 李斯克成統計也統不中 曼聯等你統完之後 你收回來之後再統你 連續七個英超主場入球 隊士僅次於朗利在2009-2008場 和施朗在2008年3至11月的10場 仍然在挑戰這個紀錄 連續七個主場入球 今個賽季主場入了17球 創造了曼聯近11年 在主場入球數最多的紀錄 今個賽季拉出福特已經入了24球 亦創造個人單賽季入球紀錄 最平了上個賽季司朗 即是球隊的射手王司朗的全季入球紀錄 這個數字還要比車路士今季全隊的英超入球數更多 這個也頗硬硬 而且達到這個數字 拉出福特只出場了36次 比上個賽季司朗還要少兩場 事實上也是在司朗離開球隊之後 拉出福特的狀態才呈現一種井噴式的爆發 以及他是世界盃之後 當今球壇狀態最火熱的前鋒 世界盃之後他參加了17場比賽 入了16球 難怪ESPN和賽季都毫不論識他們的讚美之事 講了一個這樣的問題 請說出一名世界上 現在比拉出福特水平更高的球員 我們在線等你的答案 這樣嗎 在線等急 那有沒有呢 如果是這樣的提法 但以這一段狀態來說 一時無量 現在是世界盃之後的狀態 不是今個球櫃的狀態 世界盃之後 如果算到上場的次數 以及入球的頻率 入球的次數 的確是拉出福特是灌絕全球的 那些朋友彈幕上來了 夏蘭特 沙卡 奧斯美恩 斯朗 麥總 武球王 都出來了 三球王可以嗎 這一段肯定不夠舒服 這段 就是世界盃之後 到現在這一段 在拉出福特的狀態最火熱 上半場就藉著這一球的入球 入了一球 你感覺上 在刀光血影裡 竟然只有一個人被捅中 你也覺得很稀罕 這球球還要稱讚 薩碧莎上場成功 然後 班奧菲蘭迪斯 在右路拿到球球之後 外腳背的助攻 給拉出福特 這球球全球很漂亮 這場球除了拉出福特 入了兩球球 繼續回自己的狀態之外 班奧菲蘭迪斯 賽後的打分 跟拉出福特 是一樣的 他也是貢獻兩技的助攻 我覺得在邊路的傳球 準誠度會高很多 反而是中路的直線 分算比較難打壓 但邊路這球球很漂亮 剛剛的力水和尺度都很妙 因為最近 坦克加對陣和人員的使用方面 有些改變 是 是 坦克加對陣和人員 是 是很準的 對 那麼他中場中的位置給了誰呢 竟然給了韋格賀斯 韋格賀斯 韋格賀斯 他不是打最前那個 他退後一點 好像踢十號位 而給了他的任務 既然你無法把握 你就和我 無論 你不要當自己是前腰還是後腰 總之你有力 你就走 見人你就追 見到別人進攻 你就破壞 見到自己隊友進攻的時間 你就打拼一下 就盡量不要破壞 這樣 坦克加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 以前人家說盾風是一種嘲笑 他告訴你 真的有一種盾風 這種盾風就好像韋格賀斯一樣 黃手型的前風 黃手型的前風 他有幾次還要追到自己大禁區對開的位置 進行一些攔截 他個人比較頓 跑得也不太快 但他夠高大 你想推過去不是太容易 你一推過去 他有分數高大 他下鏟 所以很多時候都比他鏟重一點 然後做一些這樣的攔截 還有做一做駁腳 這樣就差很遠了 令到那個位置 原本是坦克蘭迪斯的位置讓給他 而坦克蘭迪斯反而去了右手邊 所以很難怪 他說拉尾還有腳單對單 他射不進去 鬼什麼武器 已經 體能已經虛耗了 在不間斷的奔跑和積極的迫搶裡頭 你想想 那些高頭大馬 那些長頸鹿 是這樣 當一些野牛一樣跑 哇 跑來跑去跑到臨尾階段 他真的 真的 門前一腳的把握力不夠 是值得原諒 因為他的體能也消耗得七七八八 而且那時候不要緊 那時候去回到最前面的位置 去射球 那些隊友都想去回到球球 如果他回到球球的話 這場球是完美的 但是沒有辦法 他的射術是這樣 體能也不計 射術真的差 但他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他來到之後 他知道坦克加是給了機會 他這麼大年紀 有機會踢萬聯 他覺得是恩事 這種恩事是坦克加給他的 他最好的一件事是聽話 坦克加你叫我去哪裏 我就去哪裏 你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坦克加當然跟他說 阿賀斯 你呢 就在前鋒線 比較有笨疾 不過可以將勤補絕 我現在將你移後一格 你有力 你就和我 玩命地追 他真的做到這件事 起碼 你不要硬用他 他不行 在前面把握能力 他不行 你不要硬要他去做這件事 將他轉一轉 他不惜體能奔跑 他跑得 還有一個大隻 他的身位還可以 那就把他在中場硬 是在那裏 又可 還有這些擋刀的事情 他做得多一些 然後呢 布奈奈迪斯 他是 拉回去右路多少 他會有更大的空間 還有 遠離了那些所謂的 密集的對抗 其實對抗能力 就是一般般的 一般的 布奈迪斯 一對抗 他會失的 球球是 而拉回多空間 多一點空間 給他 他可以發揮到 他的腳法的優勢 其實他的腳法是相當之好 你看他斬那些球 是的 避免連續對抗 持球能力不足 給他多一點空間 發揮他的腳法的優勢 所以效果出來了 這件事就是 可以看到 看看阿加的一個靈活的應對 近期為何好像 好活呢 踢得 布奈奈迪斯又好像翻生 跟這些戰術的調整 很有關係 還有我很欣賞他 就是 那個球員 全本買回來 是這樣用的 大家都以為是這樣用的 原來發現 放了他在那個位置 作為這樣的用途 是不可以的 看客家是可以把他 變成用途 或者擺到另一個位置 發揮到他的作用 他做這件事不可以 可能做這件事不可以 例如我們上個星期 吃一頓飯 例如說 你買兩隻龍蝦回來 大家都以為你會 起片 龍蝦薩尼 原來不是 有些傢伙說 買兩隻龍蝦回來 放進去煮粥 然後龍蝦扔掉 我們吃一股味 看客家是可以做到這樣 你是想不到 買一隻龍蝦回來 那不是五環島 那不是五環島 通知我 大哥 比喻是這樣 原本你當何師 是龍蝦也好 不是那麼貴的龍蝦 回來後 龍蝦沒理由用來煮粥 是 看客家說 煮粥一口味才甜 阿宇哥說真的 是另一種用途 又可以發揮到他的亮點 對 這段話說 陽場未短 因為 風浪法蘭迪斯 以往給我一個 比較不好的印象 就是 他喜歡在中路 冒險拖球上 然後被人反斷 是很要命的 但他在邊路 喇叭他有失誤也好 不會形成一個 最直接的威脅 對 邊路 可以追一下 可以補救 如果是中路失的話 就很大件事 對 所以 一來減少了這些 所謂的 上腿的風險 而來發揮到他的強項 你看他 雖然是這場球兩次助攻 但其實是做了很多關鍵的傳送 給了自己的隊友 是有單對單的機會 但只不過是 入球就入了 他就經他助攻兩球 這場球賽後統計說 他創造了九次機會 對 對 喜歡踢鬥起球 對 他有時踢得猛猛的 他就上腦 本朗法人迪斯 不是特別冷靜的一位球員 對 所以他一上腦就亂來 對 會有這樣的情況 浪射 那些 整隊球踢得差的時候 他發猛狀 他會這樣 本朗法人迪斯 但是如果踢得順 他的腳法 這個優勢 是可以盡情發揮 我會覺得是團隊作業 互相感染 大家都踢得很猛獄神 大家的士氣都高漲 大家都渾渾渾渾 全隊球 十人都渾渾渾渾渾 只有一個人很賣力 那你也沒有意思 現在反映到的就是萬連 現在整隊上下都感覺很靜氣, 士氣很高漲 所以是互相感染的 慢慢看到坦克加對於曼聯的改造 可以出現化學效果 然後漫聯的攻勢開始多了 包括下半場56分鐘的時間 拉舒虎接應廢特的直線 擦入了半單刀的機會 讓他硬射入行 拉舒虎很喜歡硬射 球證一度是越位 但VAR最終認定入球有效 24球了, 國王賽事 今季代表曼聯 已經擦身了曼聯生涯的記錄 估計將會繼續擦身 今季在奧脫福入了17球 代表曼聯 對比賽是朗尼111賽季的19球 有機會繼續挑戰這個紀錄 以及做一個新高 這球入球之前 下半場一開球 還有一球是利辛頓 馬丁尼斯的頭鎚頂中薇 曼聯的攻擊 一不就不來 一不就讓你勝利 但你一讓我截到球球 我再打個反擊 或者在前場給我機會 通常賣門都十有八九 即使不入球也很近 去到56分鐘領先到2比0 接著就去到61分鐘 這個時間新組已經進來了 入替了就是加拿組 現在有一個這樣的現象 新組正選 加拿組後面入替 加拿組入球 加拿組正選 新組後面入替 新組入球 會不會兩個阿組都申請 我後備 對呀 這樣呢 阿彭嘉華說 你兩組是不是玩我 的確是這樣 誰後備上就誰有表現 這球球在新組中路 拿到球球之後 分給布羅佛蘭迪斯 布羅佛蘭迪斯 完全不停球 第一時間彈給新組 新組跟上一推 搞定 乾脆利落 今季13場已經進入4球 已經超越上季 整季29場三球的入球數 李誠最近五場英超失了10球 今季的失球數 比班尼茅夫少 41球就失了 班尼茅夫最差勁 4是4球 他也不會差很遠 這球球 新組後備入替 就是曼聯金的賽季 在英超通過後備入替的球員 射入第9球 如果計算到後備入替 即是板凳深度 曼聯是貫絕英超 而李誠一誠 就是替補球員的受害者 今個賽季的聯賽 比對方替補球員 射入第8球球 同樣是英超比替補球員入球 最多的球隊 最後三比零之後 兩邊雙都還有入球機會 包括麥迪順 包括林美 韋格河斯的單刀 但最終埋單是三比零 迪經亞完成萬聯生涯的第180次零封 追和了蘇米糕 現在是並列隊史第一位 這場球有三次的關鍵迫救 迪經亞 有一球在白界撈出來 都相當精彩 第一個神救 來自8分鐘 哈維班尼斯和伊恩拿組做個撞場 快射那一下 被迪經亞單手把球撲走 第二球在白界撈出來的球 是20分鐘 適合師傅華的球 就是伊恩拿組在尾柱的位置 扎行馬頭鎚 以為死硬 打算死 打算死 一點就打算殺你 迪經亞又是單掌的球球撲出來 這兩下神救可以力寶不失 先有萬聯之後的大勝 蔡侯拉師傅也提到 迪經亞上半場林裡的神救 沒有他 我們沒有辦法繼續前進 當然他提到 他說來賽季結束還為是上組 現在為不同的事情付出努力 這個星期還有一場重要的比賽 就是要進急 來歐巴杯的下一圈 然後就是和納卡蘇聯賽杯決賽 他說一直要繼續提升 南角小學兩仔就說 坦克救了不少球員 他真的 在他來之前很多個運運惡惡 又說有心理病 現在都逐漸回到自己的崗位 開始找回自己應有的表現 所以這件事都不得不佩服坦克家 甚至乎他慢慢開始提發一些 他看中了的年輕人 下半場出了一個七十多號的大號碼 梅露 亦都有譯馬欣露 內地譯音叫做美鬧 美魯 美魯 應該譯這麼大的整股 好像有些英俊都這樣進入到他的視野 你看到整隊幫的氣氛 向著一個良性方向發展 對 馬古尼 格連活特 昨晚都給了機會 蓮迪路夫 蓮迪路夫 也很久沒有正選 還有一個神跡 延續了 就是310次英超主場上半場領先 最終可以保持不敗 310次 是287勝23平 從來沒有輸過球 贏完這場球之後 萬聯現在 阿仙奴小打一場就2分領先萬成 萬成現在領先萬聯也是3分 換言之 前三位的積分差距 是兩場球之內 所以 現在看到的跌標倍率方面 當然萬成是1.9 仍然是頂頭大熱 阿仙奴2.1 很接近 但萬聯也是從21倍急降到13倍 都有一個挺大的跌幅 所以 都不能夠排除有這樣的可能 雖然 暫時來看 好像還是比較遙遠 但是現在的球賽公司 至少都重視到這件事 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 我相信萬聯今季的表現 都收火了 大家贏盡掌聲 只是看今次賽季 到現在為止 還是四勝著戰 已經贏了27場球 比起五大聯賽的任何一支球隊 贏球的場次都要多 還有需要留意 就是上個賽季 全季萬聯只贏了20場 今季到現在 剛剛過了中場 已經贏了27場球 這個本身 看到大家對球隊的改造 已經是初見成了 那些朋友說 我掩飾不住的小激動 是嗎 其實我是很坦然的 對今季萬聯的成績 就是 能夠向著好的方向發展 已經很好 至於你說 最後有多少錦標 落袋 有多少目標 實現了 那些 隨遇而安 就是你的努力 去到某種程度 有時候有些東西 就水到渠成 即是那些東西 你不用刻意追求 我今季要什麼三冠王 那些不需要 你努力到某種程度 你就見到那些獎杯 就倒手 就是一樣的心態 這樣做節目的情緒 都說師傅已經很激動 那你要師傅怎樣說話 才是不激動 沒用的 到最後都是拿不到冠軍 哈哈哈哈 只是虛火而已 即是你 你 是不是這樣呢 經常都戴著他 有色眼鏡去看待我 那我真的沒辦法 一說萬聯好 你就說我少激動 哈哈哈哈 現在萬聯24輪過後 拿49分 贏球的場次 已經比上的賽季了 現在只是落後排第二 的曼城2分 落後排第一 的阿仙奴5分 那小激動都說過份嗎 不過份吧 小小激動 你只看今天 萬聯的永等宋黎芝 應該是小激動 對嗎 對嗎 為萬聯激動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我不覺得小激動是很過份的 對 今季依然四線作戰 聯賽杯已經叫壺了 聯賽 眼看 前四應該就機率很高 起碼幫他公司是這麼認為 但是你說拿不拿冠軍呢 這些就真的要天造地設 因為前兩位實在強 而且今季的確表現得也很好 至於捉總杯 現在是16強 對著韋詩咸 我覺得仍然有前進的機會 至於歐霸杯 我覺得也是有點危險 第一回合2比2 這個週中回來主場 再鬥巴採 暫時看指數是有點危險 但是很難說 因為萬聯今季 逆指數而行 不在少數 即是完全妄固指數 好像昨晚一樣 低低調調 他又贏了3比0 所以說不定 所以好像大家所說 我們現在不考慮當前 我們考慮明天 一步步走 看看最後拿到什麼成績 我們去到季尾的時間才再結束 阿塔亞加都說 不考慮什麼英超爭冠 那些事情 他也承認 李斯特成是一隊很出色的球隊 我們是踢得很艱難的 幸好有迪基亞才沒有失球 他還提到 其實球隊是沒有遵守比賽的紀律 這件事是做得不對的 還未遵守到球隊的紀律 對 尤其是開局階段的混亂法 當然問到他冠軍之爭 他就很坦然地說 我們沒有考慮這件事 我們考慮的只是明天 必須成為更好的自己 現在才2月份 不要展望未來 還問到他 萬聯可能被收購的問題 他說 我會為球員 工作人員 和我自己考慮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區律部 但收購問題 跟我們是無關 我們要專注於足球 就不要被分三五五 另外 關於拉斯福特 現在狀態大熱 而萬聯是跟他談續約的問題 賽前也有些路邊社消息 而萬聯就準備為拉斯福特 開出三十萬磅的周身 以及答應下個賽季 將七號球衣交給拉斯福特 這樣理由他續約 當然 三萬磅是值的 對 據說 加不斷鼓勵拉斯福特 入更多球 已經是為他定下了 今季的目標 是要入35球 已經很大機會可以入到這個數字 除了萬聯 願意向他開三十萬磅的價錢 逐約之外 亦是給他七號球衣 網上很多人說 七號球衣給拉斯福特 當然實至名歸 之前穿過的有簡東拿 碧咸 斯朗等等 斯朗離隊之後 其實七號球衣沒有人穿 所以下一季如果是續約的話 七號球衣很大機會給他 亦不是很稀奇的事 不過斯朗之後 那件七號球衣 沒有人穿得好 沒有人穿得好 現在穿得好 這麼順利的情況下 去換球衣、換號碼 好像沒什麼必要 有人說這樣 給了七號球衣給拉斯福特 跟著萬聯就賣盤 如果有條大水猴 就去簽夏尼卡尼 十號球衣給夏尼卡尼 這樣 就這樣想 不知是否真的可以實行 如果是這樣就完美了 這場球衣還有一個爭拗點 就是薩碧莎 在比賽過程當中 上半場尾段的時間 有一腳是撐落飛絲 即是李斯克成的中肩 那個膝蓋的位置 落腳是相當危險的 但球證竟然只是判了佛球 就連王牌也沒有 賽後引起很大的爭議 VR檢查完之後 也說這個判法沒有問題 引致很多業界的朋友 對於這個判法極大不滿 明宿桑拿士說猛烈炮轟 直指薩迪莎這次的動作 全心是要踢相對手 這球球一定是紅牌 百分之一百是紅牌 但最後球證是走掉了 只是給了一個佛球 不過這些俱樂部 都會有一個類似 例如阿撩摩 阿果山峰 那類的球員 就是殺人不斬眼 亦都要乾手正腳 不見血 那類的球員 殺人王 我覺得殺碧莎過來 他就是適宜一個角色 不遣山不露水 但有些 什麼重要的指令 想吃魚 他就去執行 然後江湖上也不會有他的痕跡 那殺碧莎昨晚就很好地演繹了這個故事 他都可以的 交足功課的 而且你要原諒有些球員 剛剛在其他聯賽 入到英超聯賽 他跟不上速率 基球波 你說是不是刻意地引起飛斯 膝頭哥那裡 我覺得未必是 但是殺碧莎的速率有點慢 是事實來的 這球波是在飛斯一殺出來 將球波踢走之後 他直腳才到 殺碧莎直腳才到 那就剛剛中了膝頭哥那裡 我覺得值得相確的 是不是全心呢 我有疑問的 這件事是 但是我覺得都要給時間 或者殺碧莎 都要盡快地適應一下 這個英超的節奏 的而且確 我覺得他有少少 還是有點慢的 但是如果算入局 這樣算他已經很快了 已經很快在場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穿著整個雨夜屠夫 不是的 你們看回飛斯 你覺得他有善男順女嗎 飛斯也不是善男順女 其實飛斯很球的 上一場我對熱刺那場 我對他的打分相當高 飛斯 下半場有一次 先踢塌 馬拉斯福特 再追回禁區 在禁區邊 剷塌 你猜他是善男順女嗎 那裡是黃牌 黃牌 接連炒低兩件 最好狀態那兩件 你猜是善男順女嗎 他也不好的 所以你跟這些惡人 這些硬汗拍完的時候 你不硬 通常受傷的就是你自己 說到買潘曼聯的賣盤那件事 今天我收到ESPN那方面的報道 就說 格沙家族不排除做一種可能性 就是 他不一定是全部賣的 因為現在傳出來的消息 就說美國對沖基金公司 善你奧特 可能會為這個格沙家族 提供資金的支持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不一定是全部賣 可能是等著引入投資那類 另外一種合作的手法 就不知道 據說現在 包括英國首富拉德克尼夫 和卡塔爾方面的基金 已經為競標報價 因為上星期五是截止 截了標 看看 最終的那個定案是 什麼時候會落墨 反正卡塔爾方面 都很多想法 除了是 標這個萬聯之外 現在又說 很可能也會敬救熱刺的部分股販 反正就很多想法 另外有些小度消息 就是 格沙家族 現在 企硬要60億磅才肯賣 而入標的時間 卡塔爾的基金 只是出價50億磅 而 英國的首富拉德克尼夫 只是肯出40億磅 所以現在不排除 格沙家族 如果你只能出價 我不會百分之一百的股份 賣光給你 另外 有些民意調查 就是萬事斯特方面 有些民意調查 就說 問一些資深球迷 究竟 你是想 哪一個財團 去買到萬聯呢 而尺寸大部分的萬聯的資深球迷 都想本地人 就是拉德克尼夫 去買回這個萬聯 當然 自己也有 其實也有一些保護主義 和排外主義 多不少 這個一定有 而且覺得 英國最近幾年 是很害怕 或者很記住 外部的熱錢 有些資深球迷 會怕著 一些資本進入之後 會不會影響好 他們對球的傳統文化 會不會變成正宗的土豪球隊 而沒有了他們本身萬聯所有的東西 即是隔壁屋萬成一樣 譬如說他還沒來 他說我們來到之後 我們就會把奧脫福球場 重新 起過另一座 接著有些設計師說 綜合班 卡塔爾老的口味 你應該會起到這樣 哇 起到整個洗手盆 是啊 你看看卡塔爾世界杯的球場 就是這樣 綜合班 你們都喜歡這類的 可靈精怪 哎呀 又製造幾個集裝箱 那樣 不怕做不到 最怕想不到 大家想看看那些設計師設計 可能迎合到卡塔爾口味的 萬聯未來的設計圖 大家看看前天我們發的微信公眾號 頭版頭條 那個不是卡塔爾的財團 是設計出來的 而是有些設計師說 綜合班卡塔爾老的口味 應該他會弄成這樣 哇 如果弄成這樣的話 萬聯的資深球 就真的接受不到 如果是 暫時沒有定案 不過可以期望 新的資本進來了之後 包括俱樂部的球場 包括訓練設施等等 會有一個現代化的革新 就會更加優越一些 硬件條件那方面 但我覺得為什麼那個調查機構 會選擇一些萬聯的資深 會選擇一些萬聯的資深 因為是的 第一 那群可能是大半世人 或者是一輩子都支持萬聯 第二 那群人 其實是 你可以說他難聽點說 說他老頑固 但那些人是最傳統的 最好就不要變 現在好地地為什麼要變 他就去問那些人 而那些人是不在少數的 還有那些人 對於萬聯來說 應該是最忠誠的 對 對 你習慣了 很多時候 等於老人家 比如說 用 微信 微信之苦 什麼 我給開現金好地地 所以 好像我媽媽那些 出去 有時候跟我們吃飯 他就要爭埋單 拿著一塊錢 別人拿著那個 微信的 嘟卡 那塊錢 你拿著一塊錢 嘿 那你真是為人家製造麻煩 又要爭 又要促 對 對 對 有時候 一些老人家 或者一些 資深的球迷 他習慣了以往的生活方式 他是會很排斥的 對你的改頭換臉 那些太現代化 他反而是不喜歡的 嗯 這件事 你不要說人家吃虎不化 但是 他是尊重傳統 尤其是 以前的古蹟 或者是原有的文化 你就算多少錢 我都不會改變 你不要說他吃虎不化 他是尊重傳統 尊重自己應有的文化 我早兩天 插一條抖音 就說奧地利有某個鎮 一河兩岸 有一些資本 捧著錢進來 就是要在這面 河這面 建一條橋的那邊 爭論了幾百年 二三百年 不建就不建 拿多少錢來都不建 捧著錢來投資 你放心 跟橋建好了之後 一河兩岸 水洩不通 已經繁華到不得了 一定會令陣子繁華很多 我不建就不建 現在還要像 以前那些人搭道那樣 在這面河上艇仔 然後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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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幾百年的爭拗 幾百年的討論 都起不到橋 那些派手說 奧鐵福可以容納百萬人 用什麼擴建 已經擴建過了 現在不是說擴建 現在有一種說法 就是拆了他 再起一個球場 我想這件事 城市的機率很低 最大部分人都不能夠接受 尤其是英國人 我也說過 進去曼聯 其實曼聯外部是一些鋼架結構 裡面還保持一些紅磚 紅牆 那些是以前最舊的奧鐵福 保留下來的建築材料 外面可以怎樣做都可以 但裡面的內核 依然是保留以前最原始的建築原貌 那種味道 即是有一股材 好像老人家有股材 古舊建築也會有股材 你拍張照片 一看奧鐵福 你換了另一個 你說這是新奧鐵福 這樣就只會搞笑 正常來說應該是這樣 你為何是奧鐵福 你進來進來進來 我帶你看看 這裏就是剛起奧鐵福時的那一幅牆 我祝你認得 全部都在這裏 你不像某個熱門旅遊城市 那座塔 你告訴你 這就是這座塔的原子 不是的 這座塔很金碧輝煌 還有電梯上去 你告訴我這座塔就是那座塔 是沒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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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東西 很明顯就是現代建築 你告訴我這座塔就是那座塔 但我印象當中 那座塔不是這樣的 那座塔 一千幾百年了 那座塔就是這樣 你告訴我 真的是雷鋒塔 你告訴我 哈哈 你把電梯在這裏 建設不太簡單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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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這個 許仙白蛇轉 是相差很遠的 對 你的想像 那座塔是困了 白蛇在底部 原來你們升天是搭電梯的 哈哈哈哈 唉 黃河樓一樣 黃河樓 這是水泥建築 對 那些儲存沒有水泥 你一看你就知道 這個不是那座塔 來的吧